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新闻节目 哈马斯恐怖首领伊斯梅尔 哈尼耶在德黑兰街头夸耀其自由 数小时后便遭到暗杀 这起事件引发了中东地区的重大紧张局势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哈尼耶在参加完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后 接受了最后一次电视采访 数小时后在伊朗境内被发射的导弹击中身亡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关系 因这次暗杀事件进一步恶化 伊朗领导人誓言要进行严厉而痛苦的报复 这一事件使得中东地区陷入危险的局势 约旦和美国官员纷纷呼吁冷静和外交解决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德黑兰的夜色中 伊斯梅尔哈尼耶漫步在街头显得悠然自得 这是他在被怀疑是以色列下令暗杀前的最后一晚 身穿黑色夹克白衬衫的他没有打领带 与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结束后 他接受了最后一次电视采访 哈尼耶在镜头前满怀自信的说 抵抗意味着我们可以自豪的在文明国家的街道上行走 从一个国家旅行到另一个国家 这番话听上去像是他对自由的最后一次夸耀 自2017年离开加沙后 哈尼耶似乎很享受在公众面前出现的自由 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官员们 一同出席公开活动 然而 数小时后 这位哈马斯领袖将在伊朗的庇护下遭致命一击 中东地区也因而陷入全面战争的边缘 Telegraph报导指出 哈尼耶在1980年代曾因恐怖指控多次进出以色列监狱 但这些过去的困苦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 自2016年以来 他一直住在卡塔尔多哈的豪宅中 这与他1962年在阿以战争后父母逃离后 出生的沙提南民营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富裕的海湾国家的办公室里 哈尼耶与其他哈马斯领袖一起观看了10月7日的暴行 并为之欢呼和祈祷 同时 在伊朗这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主要对手 哈尼耶笑容满面 被视为英雄 周三 他在伊朗议会的就职典礼上挥手致意 按着心口表达感谢 白胡子修剪整齐 与贵宾握手 仪式上 政客们高喊打倒以色列 打倒美国的口号 佩泽什基安总统热烈拥抱哈尼耶 随后这位哈马斯领袖获准与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会面 哈尼耶在会见中祝愿哈梅内伊长寿健康 然而 数小时后 哈尼耶就在伊朗代理战士们被接待的退伍军人住所中遭遇致命空袭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凌晨两点的爆炸是从伊朗境内发射的空袭导致的 无论弹药是由无人机还是其他类型的投射物发射 从伊朗境内发射表明摩萨德的渗透可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在德黑兰告诉记者 这是一枚导弹 导弹瞄准了伊斯梅尔·哈尼耶所在的房间 导弹的冲击导致窗户破碎 墙壁倒塌 我们的伊朗兄弟正在进行调查 这次暗杀发生在以色列空袭被鲁特杀死一名高级真主党指挥官不到24小时后 这次袭击是对12名儿童在导弹袭击中死亡的报复 哈尼耶曾在2000年代初期逃过一次暗杀企图 并在2006年领导哈马斯赢得选举和最终接管加沙地带后声明确起 然而 以色列空袭在4月杀死了哈尼耶的三个儿子和四个孙子 即便如此 他仍继续进行停火谈判 我的父亲在他的爱国旅程中幸免于4次暗杀企图 今天真主刺与了他一直渴望的殉道 死去的恐怖首领的儿子阿卜杜勒·萨拉姆哈尼耶说 我们确认这次暗杀不会阻止抵抗 抵抗将战斗直到自由实现 哈尼耶的暗杀使中东陷入危险局势 约旦外交部发言人苏夫杨·奥达警告说 这是一种升级的犯罪 将推动地区进一步紧张和混乱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在菲律宾表示 我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我坚持这一点 我认为总是有外交的空间和机会 以色列尚未声称对哈尼耶之死负责 但对于蒙修的伊朗来说 谁是责任方毫无疑问 当清真似的扬声器 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区 传播哈尼耶之死的消息时 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人 发誓要进行严厉而痛苦的报复 昨天我举起了他胜利的手 今天我必须将他的尸体扛在肩上 佩泽·史基安总统悲伤地说 伊朗最高领袖在周三上午前所未有的 参加了伊斯兰共和国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 以策划回应 伊朗的尴尬殷奇即将卸任的情报部 长六天前的夸耀而加剧 埃斯梅尔哈提布曾夸耀他在任内最大的成就是 打破摩萨德的渗透网络 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愤怒地说 我们正在等待我们的官员在特拉维夫杀死某人 特拉维夫对德黑兰 在德黑兰大学外 几十人聚集在一起高呼打倒以色列 一位革命卫队官员告诉Telegraph 犹太复国主义者刚刚用自己的手挖了自己的坟墓 我们与以色列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十年 他们刚刚使其正式化 另一名巴斯基准军事组织成员呼吁全面战争 告诉Telegraph 我们应该利用他们给我们的机会 向他们展示谁是该地区的真正力量 伊朗内部既有焦虑也有愤怒 首都德黑兰的一位店主阿夫星说 我希望新总统上任后我们能有一些和平 但现在我担心我们可能不得不再次离开德黑兰 他和他的家人在四月伊朗向以色列发射 约300架自杀无人机和导弹石逃离德黑兰 这些无人机和导弹几乎全部被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击落 阿夫星补充道 为什么这个人会在这里 每个人都知道以色列在找他 而我们却在德黑兰的心脏地带接待他 伊朗已宣布为哈尼耶挨到三天 他的葬礼将于周四在德黑兰举行 现在的担忧是 如果哈尼耶的暗杀引发中东更大范围的战争 他的葬礼可能只是许多葬礼中的第一个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伊斯梅尔·哈尼耶 是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的领导人之一 曾多次因恐怖活动指控进出以色列监狱 他在1980年代加入哈马斯 并在2000年代初期躲过一次暗杀企图 2006年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获胜 哈尼耶成为加沙地带的领导人 哈尼耶在2017年离开加沙 搬迁至卡塔尔的多哈 他在富裕的海湾国家办公室中 与其他哈马斯领袖一起观看和支持哈马斯的行动 在伊朗 哈尼耶被视为英雄 并参加了各种公开活动和官方会议 2023年 他在伊朗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后被暗杀 据报道 这次暗杀是由以色列发动的空袭导致的 这显示摩萨德可能已经深入渗透伊朗 这次暗杀使中东局势紧张升级 伊朗领导人誓言进行报复 伊朗的尴尬还因其即将卸任的情报部长六天前 花药打破摩萨德的渗透网络而加剧 伊朗内部既有焦虑也有愤怒 哈尼耶的葬礼计划在德黑兰举行 这可能引发更多的地区冲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好 我是楚天书 这次哈马斯首领哈尼耶的暗杀事件 无疑是一记重拳打击了恐怖主义势力 我们都知道 哈马斯在中东的暴力行为早已让无数无辜百姓苦不堪言 以色列这次的迅速行动 不仅展示了摩萨德的强大情报能力 更是对恐怖主义说不得重大表态 历史上 恐怖组织的领袖被击毙 往往会削弱其组织的运作能力 比如拉登之死对基地组织的影响不言而喻 因此 这次行动将极大限度地遏制哈马斯的进一步暴行 楚天书 你这是典型的只看表面 哈尼耶的暗杀 短期内或许对哈马斯造成打击 但长期来看 只会激化仇恨 让恐怖活动更加猖狂 你难道忘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仇恨 已经延续了几十年吗 每次这种暗杀行动 结果都是一波暴富接一波暴富 仇恨的循环永无止境 作为人的历史 我们应该记住南非的种族和解 曼德拉的宽容 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道 这种暴力行为 无异于火上浇油 区区一颗子弹是无法解决这种深层次的问题的 琪琪 我看你是太天真了吧 恐怖主义跟种族和解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难道不知道曼德拉在狱中也是坚持武装斗争的吗 对于恐怖分子 仅仅依靠和平谈判根本行不通 就像你不可能跟一头恶狼弹劾一样 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的数据 自哈马斯控制加沙以来 已经发动了数千次火箭袭击和自杀攻击 这些行为怎么可能通过和解来解决 打击恐怖主义 必须用强硬的手段 才能震慑那些企图制造混乱的人 楚天书 你这种思维方式就像是满清末年的义和团 认为拳头大就能解决问题 事实是中东的问题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根据皮由研究中心的调查 超过60%的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持负面观感 这些仇恨源自于长期的冲突和人权侵害 你认为杀掉一个哈尼耶就能解决问题 那只是表面功夫 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教育 经济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协助 让当地人看见希望 而不是更多的炸弹 你这种暴力反暴力的做法 只会带来更多的牺牲和流血 琪琪 你这种和平歌的思维 简直就是送给恐怖分子的糖果 历史告诉我们 对于极端势力的妥协 只会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 你提到的教育和经济发展 这些固然重要 但在一个恐怖组织控制的地区 谁能保证这些资源 不会被挪用来进行更多的暴力活动 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恰好展示了他们的决心 就像美国当年对付本拉登一样 只有当恐怖分子知道 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会付出巨大代价 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 楚天说 你这种想法真是和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 如出一辙 只懂得用暴力和威胁来维持秩序 你要知道 巴勒斯坦的问题根深蒂固 并不是简单的打击就能解决的 根据联合国的人权报告 以色列在加沙和西岸的行动 已经导致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这种行为只会让更多人走向极端 和平进程是缓慢的 但却是唯一可行的长久之计 否则 你只会看到更多的哈尼耶出现 更多的家庭破碎 更多的无辜生命被卷入这场无休止的纷争中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 持久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单纯的暴力回应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哈马斯恐怖首领伊斯梅尔 哈尼耶的故事犹如一部悬疑电影 他在德黑兰的悠闲漫步警示暴风雨前的宁静 身穿黑色夹克 白衬衫的哈尼耶 显得很是自在 然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数小时后 他在伊朗境内的一次空袭中被暗杀 为他短暂的自由画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暗杀显示出摩萨德的渗透能力 已达到惊人的深度 让人不禁嘖嘖称奇 在伊朗 哈尼耶被视为反以色列的英雄 他的每一步都获得最高规格的接待 甚至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面时 哈尼耶还祝愿他长寿健康 然而 这一切在凌晨两点的爆炸声中戛然而止 但要从伊朗境内发射 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其他武器 这次行动显示出摩萨德的情报网络无处不在 哈尼耶的死亡 令伊朗政府蒙羞 也将中东推向全面战争的边缘 在哈尼耶的最后时刻 他的儿子阿卜杜勒 萨拉姆 哈尼耶表示 我们确认这次暗杀不会阻止抵抗 抵抗将战斗直到自由实现 这段话既表明了哈马斯的顽固立场 也显示了中东局势的复杂性 哈尼耶的死亡不仅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也让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进一步升级 这次暗杀行动使得约旦外交部发言人苏夫杨 奥达警告说这是一种升级的犯罪 将推动地区进一步紧张和混乱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丁则试图降温 强调总是有外交的空间和机会 然而 伊朗领导人发誓要进行严厉而痛苦的报复 并称哈尼耶的死为 犹太富国主义者刚刚用自己的手挖了自己的坟墓 哈尼耶的死亡在伊朗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应 德黑兰的街头 抗议声此起彼伏 对以色列的愤怒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名革命卫队官员甚至扬言 我们应该利用他们给我们的机会 向他们展示谁是该地区的真正力量 这样的言论无疑加剧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总结来看哈尼耶的暗杀行动不仅改变了哈马斯的领导结构 也对中东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行动凸显了摩萨德的情报优势 也让伊朗政府倍感尴尬和愤怒 不仅如此 这一事件还可能成为引发更大范围冲突的导火索 让本已动荡的中东局势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未来的局势发展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别说这段时间 我们只能够 Mana 淡